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28集 这诡异的事情很快蔓延整个师封 一个个尸丰的修士走出洞府 他们有的神色肃然 有的则是嘶吼 还有的狂喜 更有一些手舞足蹈扬天大笑 不许动 再动我就灭了你 一个修士大吼 神色扭曲 指着一棵大树 不断的嘶吼 我终于解答了 从此之后 我就是太上长老 远处一个修士 立刻劈头散发 扬天大笑 还有一个修士 则是全身给人一种硬邦邦的感觉 站在自己的烈尸面前 一动不动 口中发出阵阵嘶吼 仿佛在他的眼里 自己成为了烈尸 而他的脸尸则是成为了主人 怪异的一幕随处可见 一些还算正常的修士 刺客纷纷灭色大变 神色骇人 看着四周的一切 一个个头发发麻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天呐 他们都怎么了 该死的 出了什么事情了 这些正常的修士 一个个觉得自己要疯了 这四周的一幕幕 让他们在亥然中 一个个也不知不觉的 神色出现茫然 徐晓珊也在人群中 他觉得眼前这一切太恐怖了 刺客飞奔 很快到了一块大石头面前 神色惊恐 低头对着那块大石头开口 你看到了吗 我们这里出大事了 这所有弟子都置换了 不行 我们要去告诉大长老 哎 你怎么不说话呀 徐晓珊愣了一下 凶狠的看向那块大石头 你 你也置换了 徐晓珊神色悲哀 身体一晃飞出 来到一具烈士面前 忽然身体一颤 老祖 老祖您来了 这里出大事了 所有人都置换了 徐晓珊不断的惊呼时 在不远处 有一个失风的修士 忽然扬天大笑 墓中露出轻蔑 与傲然的看着四周 小小血细宗 血干与我白小春斗 告诉你们 我就是白小春 天道筑基白小春 这修士 小声带着猖狂 走在人群内 不断的去告诉所有人 自己就是白小春 整个失风彻底打乱 失风大长老 以及那些血色长老 一个个灭色变化 此刻全部走出 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倒吸口气 怎么回事啊 大长老全身秀为 木然运转时 天空上 失风血子也出现了 呆呆的看着乱糟糟的这一幕 只觉得脑海嗡鸣 只换 血子目中露出不可思议 就在他喃喃时 那几个血色长老 也都一个个脚步一顿 神色茫然起来 其中一个血色长老 抱着头哇哇大哭 还有一个居然蹲下身子 双手放在耳朵上 私下看了看 不断的蹦跳前行 仿佛兔子 更有一个跑了出去 到了一处洞府的门口 看到一个青年 居然把自己埋了一半后 立刻来到镜前蹲下 一动不动 神色肃然 这一切 让血子以及大长老头皮发麻 他们猛的 看向白小春炼丹的地方 露出震撼 莫非是野葬裂药导致 就算是裂药 也不至于如此惊人吧 石丰大长老倒吸口气 话正说到一半 忽然神色有些茫然 低吼一声 整个人飞起 不时向着地面撑起而去 时而抓起一个修士时 他发出拐叫 将其狠狠地扔出 似乎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一头老鹰 此刻驰骋成天空上 目光锐利地看着下方一个个修士 不断地俯冲而去 血子 头皮都要扎开了 身体猛地飞起 不敢靠近师封 眼中露出恐惧与震撼 怎么会这样 这一刻 最为关注尸丰的 就是中风的修士 他们第一个就察觉尸丰有变 一个个飞出摇摇看去 当看到那一幕幕诡异的画面后 所有人都倒吸口气 齐齐后退 不敢靠近丝毫 温魔 温魔终于爆发了 太恐怖了 他们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置换吗 这种置换 应该是可以激发心底的某种欲望 天哪 那个人居然说自己是白小纯 他心底的欲望是什么呀 成为白小纯吗 宋缺也飞出 望着尸丰时 他倒吸口气 面色变化 他一眼就看到了徐小山 此刻 徐小山在尸丰上 神色恭敬 正跪在一具烈尸的面前 高呼老祖 然后很快的 这徐小山就来到一处空旷的地方 扑的一声道响 不动了 不但是中风弟子觉得诡异 很快的 就连吴明风与少泽风的修饰 也察觉不对劲 纷纷出现 看到尸丰的一幕后 全部吸气 尸丰的人疯了 那是谁呀 居然在调戏自己的猎尸 诶 那不是尸丰大长老吗 他怎么发出鸟叫了 莫非他以为自己是老鹰 天呐 他居然还俯冲 抓向一个血色长老 竟没抓到 那个血色长老 难道觉得自己是兔子呀 还有 那个把自己埋了一半的干什么呢 他旁边还有个血色长老 竟一动不动 其他三丰弟子一个个都目瞪口呆时 宋军晚此刻也出现在了半空 看着尸丰 他也倒吸口气 这一刻 中风的很多修士 对于一野藏都生起了很复杂的思绪 他们觉得 一野藏还是对中风挺好的 最起码只是炸炉 只是腹瀉 而非尸丰这样的恐怖 时风血子更是欲哭无泪 他呆呆的看着这一切 整个人都要抓狂了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就在这些人都震撼 甚至祖风都察觉时 在这时风上 那最早走出把自己埋了一半的青年修士 双手保持摇眼 低头看了一眼身边的那位 蹲着一动不动的血色长老 迟疑了一下 开口问道 请问 你也是仙草吗 这青年实在是太好奇了 他之前已经注意对方很久了 别人了半天 也没认出 此刻非常的费解 你错了 我是一个仙鸟蛋 那血色长老文言 神色平静 淡淡开口 就在这整个尸风大乱的时候 地宫内 白小春嘀吼了一声 他的那具绿毛枪全身一阵 丹田的位置出现了两枚丹药 一大一小 都是溺血养尸丹 只不过小的是子丹 白小春神色振奋 右手掐绝一指 立刻子丹飞出 被他直接收到了一个丹瓶内 仔细看了看后 白小春颇为激动 成了 对于能炼制出如此弹药 白小春很有自豪感 此刻收了绿毛浆后 开启了地宫的大门 走了出去 刚刚走出洞府时 白小春先是四下看了看 听到外面很是嘈杂 可却没发现洞府外有人 于是放下心来 这么看来 那些黑气也没什么呀 白小春正感慨地走在路上 忽然脚步一顿 他看到 远处有一个血色长老 正蹦蹦哒哒地 从自己面前跳过 白小春呆了一下 觉得似乎出现了幻觉 揉了揉眼睛后 心惊肉跳的前行 渐渐看到一个铸鸡修士 正狂笑地轰击一棵大树 又看到一个青年 倒立的走路 甚至 他还看到一个陌生的修士 懊笑着自称是白小春 正背着手走来走去 看到白小春后 此人居然一瞪眼 认识是我妈 我是白小春 白小春傻眼了 觉得头皮发麻 他慢慢地看到师方所有弟子 一个个诡异的身影 怎么了他们这 他们这是怎么了 都疯了 白小春觉得太恐怖了 正要赶紧离去时 看到前方的徐小山 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的身体 对于徐小山 白小春觉得 还算是朋友 于是赶紧过去 到了徐小山进前时 刚要去查看 徐小山忽然睁开眼 别动我 师封的人都疯了 一个个都置换了 我刚才居然对着 一个大石头说话 居然把一个猎尸 看成了老祖 好在我徐小山 资质不俗 保误众多 所以才恢复过来 你没疯啊 白小春立刻惊喜 你快点离开这里 不用管我 我怀疑这一切 都是与天空上 那只鹰有关 我要把它引下来 干掉它 一切就好了 徐小山低声开口时 双眼锐利盯着天空 白小春下意识的抬头 只觉得脑海嗡的一声 看到了天空上 此刻张开双臂 正在飞来飞去 不时发出嘶吼的 尸丰大长老 白小春傻眼 看着四周 这茫然时 在尸丰外的众人 也都看到了 白小春的身影 一个个都 双目收索 尤其是尸丰血子 更是眼中露出 滔天的傻气 猛的大吼 夜葬 这尸丰血子 吼声震天 此刻全山血光 扩散 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白小春 速度之快 刹那临近 不到五十丈 白小春内心一惊 抬头时 看到了尸丰血子的身影 心头狂跳 正要逃度 而是忽然的 地面上的徐小山 扬天大笑 两眼冒光 身体一而起 老鹰没引下来 引来一只血鸡 也算是值了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大家好 在这集结尾 跟大家说个事 我觉得我有必要 给大家一个 完美的解释 这几天 确实因为我个人原因 耽误了更新 包括这个 同时在更新的 最强其笑 一念永恒 还有东北领域事件 东北领域档案 东北领域档案 都在都耽误了更新 确实是我 个人自身的一些原因 我会调整好状态 马上更新出来 也谢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的剧曲 对我的对我的这个厚爱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会把状态调整好 给大家一个完美的解释 谢谢 谢谢 就就就 希望大家能体谅吧 能体谅 体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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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